Hello 大家好 今次就想說一說Pokemon的新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27號晚上的Pokemon公佈 直播中也說了一些新作的資訊 一些情報、圖片、影片等等 大家未看的記得去看 在他的Youtube頻道都有的任天堂 今次也想分享一下我和一群觀眾的分析 不是我的功勞 因為我本身不是一個分析的強項 所以也要其他大家一起去分析 當晚就在看完7分鐘的任天堂直播之後 我們就一起去分析 今次是這些全新作品 精靈系列 比較特別的是 今次Pokemon的Logo 連精靈那兩隻字都沒有 可能是因為太趕急 所以做到這樣 我只能這樣說 因為它原本正常 前一作太陽月亮都有精靈報可夢太陽月亮 今次連精靈都沒有了 另外據我所知也會有英文字 但就沒有 只是寫了報可夢劍和盾 是比較奇怪的Logo 這裡也不特別說 然後呢 這個就是一個官網 這個劍盾的官網 叫做一些小的資訊官網 這些就是宣傳片裡面看到的一些片段 收編成這個相片 放上官網 今次冒險的舞台就是加納爾地區 加納爾地區 重點就來了 今次就想說加納爾地區 其實Pokemon每一代都會有地圖的藍本 有地圖的藍本 譬如是說合縱 就是紐約的 美國紐約都會得到的靈感 可能是說 神奧 關東 成都那些都是日本地方 我不詳細說是哪裏 今次重點就是加納爾地區 我和一班觀眾就分析了這個加納爾地區 首先我們分析過 這個是不是一個芬蘭 是不是芬蘭 但是 後來就發現不是芬蘭 因為有更相似的地圖 就是英國 英國 英國大家看這幅圖就可以看到 這幅圖 不是這幅圖是另一幅圖 這幅圖是瑞典 但是看起來是完全不像的 立刻說完 到另一幅圖 對比 這幅圖就是我做的一幅圖 我做的一幅圖 你會看到 怎麼看 現在逐步逐步給大家看 首先我顯示一下鼠標 有沒有位置 有 你會看到 這裡有個角落頭 這裡有個牙 就是這個位 不是吧 那麼抽象怎麼知道 好 再來 這樣的話 這裡 這裡 這裡也有個尖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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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個小河可以進來 一樣 同樣都是有個小河進來 你會看到其實很大的相似的兩個地方 這個是調轉了的英國 你會問為什麼會不會有這個島 有機會是 它橙二除了 或者可能是 只要這一塊 其實這一部分 其實是跟這個地圖 是非常相似的 這個是英國的地圖 是調轉了英國的地圖 跟這個加勒爾的地區非常相似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下一次的舞台很大機會在英國發生 還有它有時 不是 它那個影片 都顯示了一個 中流的建築風格 建築物 所以我都相信是英國 本來我都以為是芬蘭 因為是下雪 下雪 尖寒尖凍 有時可能是非常冷 有時是熱 原本以為是芬蘭 一開始我找芬蘭 後來分析過 應該是英國 對 好了 到下一張 這三隻就是 雨三家 烤陰喉 草 驗吐 火 雷眼 色水 色役精靈 這隻是兔子 這隻也是猴子精靈 沒什麼特別 暫時都不知道所有特性 種族值 最終進化 最終形態是怎樣的 什麼都不知道 還是要等日後的一個情報公佈才知道 好了 劍盾 這樣就完了 但是可能你會留意到 有個地方很奇怪的 就是它的Logo上面有一個狼頭 這個狼頭 這個也是我跟觀眾分析了很久 亦都是分析到 分析到不知道 沒有什麼方向 其他的地區 英國也知道 但這個真的沒有什麼方向 你會看到劍上面有個狼頭 盾上面有個狼頭 那是代表著什麼 有機會代表著 因為它本身 很多時候 封面 封面的Logo 都會寫一些 關於神獸的一些東西 這次我想應該都不例我 這次的神獸有機會跟劍有關 劍就是劍的神獸 盾就是盾的神獸 這個廢話 但是加了一個狼頭 即是代表那隻神獸有機會是狼的形態 又或者是 又或者是一個 它的標記是狼 都未頂 但是 我們 即是我跟觀眾得出的一個結論 就是狼其實是來自一個神話 那個神話 我記得是叫做 剛剛突然之間忘記了 就是這個師傅爾和哈提 就是這個雙包胎的兄弟 在北歐神話中追逐太陽的狼 這個另一個兄弟就是追逐月亮 這個我覺得都很貼近 因為它追逐太陽那一刻 和追逐月亮 可以代表跟上一代 跟上一代有一個關係 有一個聯繫 所以我自己覺得都比較像 但是是不是真的 就真的暫時未知 但是它這裡說到的 父親芬妮 分離耳呢 這個分離耳呢 就曾經出現過在這個 這個2Z 就是XY這個 的 基格爾特 是不是叫基格爾特 那個細胞綠色那隻 那就是分離耳 那這裡應該未必會出場 但是我就覺得 跟這個師傅爾和哈提 有這個關係 那但是 就 劍和盾方面 就真的不清楚 有沒有什麼聯繫 但是就比較貼近的 就是師傅爾和哈提 有人都提出過 一個 這樣的 疑問 對於這方面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我們那次分 在直播的時候 就分析了這件事 但是 都是那句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因為官方未公佈 一天都不知道 好像上次的情報流出 原來全部都錯 全部都不對 那真的 沒辦法 始終這些事情都可信性比較低 又不是官方發佈的話 就會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 不可信的程度 但是 自己就要看信不信 這些真的信不信 信不信由你 那 今次的分享 來到這裡先 大家對這個新作有什麼 有什麼 意見 或者有什麼 覺得地方好 或者不好的 都可以留言 我都可以 一起聊一下 我自己就覺得 我自己就覺得 環境都很好 因為看到 她的人樣 不再是 以前Let's go 那女小人 格仔人 而是用了一個 比較青少年的風格 青少年的年齡 去探險這個世界 這個Pokemon的世界 我覺得是不錯的 還有她的 移動方式 不是移動方式 這個畫風 都比較 這個畫風 也挺漂亮 真的 都看得出 她是發揮了Switch的功能 所以 都不錯 我自己覺得 戰鬥的模式 就沒什麼特別大改進 我相信 另外 余三家 其實都沒什麼特別 因為 最主要都是看最終形態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第一個形態都這樣 但最終形態都可能會不漂亮 但是 都 小問題 我覺得 我之前都說過 只要有幾隻精靈靚 我都 我都接受了 幾隻精靈靚都接受了 更何況 余三家 還未出最終形態 我都不會說這麼快 會 憎恨他們 好 今次的分享 來到這裡 有其他的一些 意見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或者聊聊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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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灰 涅槟 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